自养宠物最怕面对的 或许就是生离死别了 那在菲律宾 一名玩具制造商大卫 就是在失去了 他最爱的黄金猎犬之后 决定制作出跟爱选一模一样 学习如生的毛绒玩具 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拥有它 大卫的突发奇想 也成功帮助了很多的宠物爱好者 走出失去挚爱的悲痛 所以当我来到这里 我真的发现了一些记忆 特别当我发现了 我感觉到这种感觉 我感觉到这种感觉 当我们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一种费用来自一项的客户 从那里 我们的艺术 是耳术的 耳术的 耳术的 小牌 在这种感觉 大卫带领20名员工按照客户发送过来的猫猫狗狗 甚至是仓鼠兔子等等宠物的照片和视频 用布料棉花等等的材料 为他们打造出毛绒宠物玩具 每个作品需要两天的时间来制作 他们收到的订单数量庞大 有时候一个月有数百个订单 所以客户可能需要等上几个星期才能收到玩具 每个宠物复制品的成本大约是65美元 折合约200多令吉 但是对客户来说 能够让逝去的宠物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 一切都值得 是个人的形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